视频中的这个男人就是李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使得他与涂雷老师当场争吵起来呢 其实李化跟女友小瑞的年龄相差将近20岁 但他们在一起却有两年的时间了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小瑞想要结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可男友对于此事却始终避而不谈 但为了能和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无奈之下只好求助到了节目组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而男友李化又是因和原因不想和小瑞结婚呢 这一切都要从李化曾经的一段婚姻中说起 我从国营企业下海 后来开公司 按西方社会学家说 一个草根企业的正常说明应该七年到八年 我那时候已经做到了第十三年 这时候我又公司效益不好 所以就得因 家里没有钱了 我的公司手上也没有就是现金流 然后他就对我非常的不满意和失望 一起之下就有 但是孩子去了美国了 从李化口中得知 早年前他下海经商 结识了第一任妻子 原本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 可天不从人怨 后来他碰上了企业效益最不好的时候 家里的钱也都拿去填补了亏空 后来妻子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希望 于是就直接跟他提出了离婚 可听着李化的陈述 一旁的主持人也疑惑了起来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你注意过吗 他永远是那样称呼吗 我太太 这些东西我觉得 我一直也是很回避 包括他总是会说 他前妻的名字 或者是说 这个衣服他虽然会很合适 那这个东西他可能会比较喜欢吃 当然我听了就会很不舒服 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 李化在众人面前对前妻都是一样的称呼 而且丝毫不顾及一旁女友小瑞的感受 当主持人问起小瑞的内心感受时 他则表示自己早就习惯了 因为不管两人干什么做什么东西 男友都是把前妻时刻挂到嘴边的 那么就这么一个心心念念都是前妻的男人 对于和女友小瑞的未来又是怎么打算的呢 而在面对主持人的询问时 李化则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 比如小瑞他也会跟我说 对吗 你要给我一种安全感 现在都是对男人们要求那种责任感和承诺 但是当男人们需要女人帮他支撑他一瞬间的时候 男人又脆弱或要摔倒的一瞬间的时候 女人却没有这种承诺 女人可以说 这个失败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劝过你 你不听我的 你现在没有我安全感 对不起我就走了 就是男人怎么办呢 要不就自己受伤在那当然要不就倒下重新到一个山洞去舔张 再重新回到生活当中 所以我现在一直搞不懂 我为什么跟小瑞 就是说我也始终这个 我搞不懂的问题 我怎么想把我 我跟他再往下走 李化坦言 想他这种即将导致天命的年纪是 总是会时不时的回顾自己的前半生 偶尔还会思考一下前段婚姻的失败 可他想的越多 就越是不敢给现任女友小瑞应有的承诺 因为当初和前妻在一起时 他喜欢的是对方身上的成熟 而对方也似乎是涂他身上的什么东西 可当他的生意做到破产时 前妻就以没有安全感为由 毅然决然地从他身边离开 而现任女友也常常向他讨要所谓的安全感 可是前妻的阴影还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此他实在无法和女友再次步入婚姻 听到这里时 一旁的主持人直接反驳起了他 她是你的前妻吗 她当然不是了 OK好 那我想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的话 就问你的前妻 你这个女人为什么 而不能说天下女人都那样 也就我身边的这些 她要这个吗 她要吗 小瑞没有这样 那您怕什么呢 我怕什么 我怕我找的小瑞 最后她是否还最终跟我前妻一样 不能免俗 主持人认为李化这样的想法对女友小瑞非常不公平 她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强行放到小瑞身上 又不是说全世界的女人都像她的前妻那样无情 但是李化却害怕自己重蹈覆辙 担心小瑞最终还会和前妻一样 可现在的李化无前无权 她是哪里来的自信觉得她很优秀呢 但就在这时 一旁沉默良久的女友小瑞终于开口说话了 小瑞一开口说话 就让在场的众人心疼不已 恋爱两年 小瑞一直都是活在男友前妻的阴影下面 虽然自己常常会感到内心很受伤 可她深爱男友 所以就愿意接受她的一切 包括容忍男友一直提及前妻的事情 因为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所以她长久以来的愿望 就是希望男友能给自己一个名分 一个属于他们两人的家 女友坦言 虽然自己比男友小了整整20岁 可她从来都不在意这些 甚至还想着能在婚后给男友生一个小孩 建立只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 看着小瑞一句句的诉说 对面的男友里话一直沉默不已 见此情形 主持人只好开口打破了沉寂 顺便问了她一个问题 您的家人应该对您挺担心的吧 他们也肯定也希望会有人照顾你什么的 是吧 是你说的非常非常 那么他们对现在这位韩女士知道吗 他们知道 我妈妈经常从美国打来电话 然后她有时候我不在她接电话 她也就是什么呀 我妈妈也很喜欢她 当然没见过面 没见过面 但是我妈妈后来问了年龄以后呢 也担心她说过一句话 她儿子你已经不是你原来年富力强那时候了 也不是开公司老总的时候了 那么她年龄给你差那么大 现在你还献不出老来 可能再过十年 你跟她差距会拉大 有一天可能她不离开你 可能社会会让她来离开你 你有这种思想准备 就可以跟她走在一起 黎化坦言 在面对自己和女友20岁的年龄差时 母亲的态度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因为母亲认为在真爱面前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而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在等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候 女友小瑞还会不会始终如一的守在自己身边 如果那时真的离开了自己 母亲也希望自己能看看一点 因为对于女友来说 那个时候 她的后半辈子人生才刚刚开始 可既然理化的母亲都能看得极其明白 可为何到了她自己却如此的油言不尽呢 而对于女友小瑞来说 她的家人又是怎么看待她跟男友的这段恋情呢 其实她们的这段感情对于小瑞来说是有点亏的 更何况她的家人怎么去看待这段老少恋 可家人的反对与劝阻都无法阻止小瑞的爱意 可就算如此 男友还是不愿意给她一个结婚的承诺 而对于男友先前说的安全感来源经济而言 小瑞则表示自己如果真的爱钱 那就压根不选择的 自己完全可以找一个跟自己年龄相当 财富地位都有的 而不是在理化身上浪费宝贵的时间 在听了理化和小瑞的故事后 台下的嘉宾与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总共描述他和他前妻离婚的这过程当中 你一直把自己做一个被害者而存在 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没错 我认为我是受害者 但是我不强调我受害者 我再把我去加害另外一个人 我没有这样 而且我还有一个自己的定律 我也可以单身 我并不是说这 我非要怎么样 因为个人生活也很愉快 我为什么要把我受的害 我没有转过过来 我再把我这种受伤 再去加害别人呢 于老师觉得理化简直是空有其表 把自己说的多么无私高尚 实则就是得了便宜还卖贵 而他和前妻的离婚的原因 也不单单是因为安全感 肯定是另有其他的原因 而这或许只有理化自己心里清楚 但理化却声称在上一个婚姻中 自己受了太多的伤害 有了很大的阴影 所以才不想要自己这种伤害 再加害给女友 因此才对于结婚的事情一推再推 而一旁的徒雷老师 在听了理化的一番话后 直接问了女友小瑞一个问题 你到这还是想结婚吗 当然 我如果不想结婚 我也不会 今天也不会来 我如果不想结婚 我也不会跟他 这种关系维持到现在 当然前提主要的 还是我真的是很爱他 如果不爱他 我也不会这样 那我再问一下李先生 你现在你已经害了他 小瑞哽咽地说道 自己是一心一意想跟男友登记结婚的 而他今天来的目的也是如此 可是徒雷老师认为理化现在的态度很明确 明显就是不想对小瑞负责任 自己还装作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但此话一出 理化则直接同他争执了起来 两个人在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有感情 然后我不跟他结婚 这个男人就害了这个女人吗 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所指的是爱是精神上的伤害 难道不是吗 我我现在问大家 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专家说 如果我这个男的不跟这女的结婚 就是少对这女人的一种伤害 这这说话通得过去吗 如果不想跟一个女人结婚 你招呼他干嘛 对不起他招呼我干嘛 那就是双向的 用不着来单向执行 理化认为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你请我愿的 不结婚也不算是犯了什么天条 所以断然没有图蕾老师 说的那么严重 不仅如此 他还觉得嘉宾老师在小题大做 可图蕾老师认为 不以结婚为目的 谈恋爱就是耍流氓 如果给不了小瑞一个家 那为何当初非要去招惹他呢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理化说的话更让人感到可笑 他句句都在标明说 是女友自己主动愿意的 而自己只不过是顺势而为 看到理化咄咄逼人的态度 站在一旁的主持人赵川 也忍不住指责起了他 原本小瑞不顾世俗的眼光 坚持和男友理化在一起 而理化也曾承诺会真心对待 可现在到头来 却称自己还是想找个成熟点的 女友还是太过于年轻 主持人听到这些话瞬间气愤不已 他们两人在一起都有两年的时间了 现在反而又说起年龄问题 这不明显是不想负责任吗 可理化此时却替自己辩解了起来 现在女孩都喜欢物质条件都比较好 像我这种年龄就在于有这种丰富的阅历 然后物质财产应该都比较不错 可是我现在我的物质也不够足以支撑 所以这样更印证我这对了 对对对 更印证我这就是说 我不应该把她拉入到婚姻的殿堂 因为现在女孩要求男人给她一承诺 对不对 您现在给不了她这个承诺对吧 没错 这话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翻译吗 那就是这句话了 你一想跟我同居就跟我同居 你不想同居跟我走吗 你可以走吗 你跟我同居是你愿意吗 是这意思吗 我这双相不解对吗 我现在不能给她承诺 什么时候能给 这大概是她关心的 我也不知道 也必须靠双方 就是愿意的话 还可以相处下去 朝这个目标努力 理化坦言 现在的女人都喜欢年龄物质各方面优质的男人 可显然自己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所以她对于结婚的许诺 确实给不了小瑞 她希望女友能理解这一番苦心 如果女友还愿意和她在一起 那么两个人还可以按照现阶段这样生活下去 如果不愿意呢 只能分道扬镳 这样的一番话 让在场的众人都忍不住责骂 而图雷老师更是当场发飙指责起了她 所以说韩小瑞 这个我们都 你干脆今天到这儿行一个百事大理算 他只能给你做一个 作为一个老师一样在生活当中帮助你 给予一定的社会养分 交给你一天做人的道理 我想任何一个47岁长者都能给你 他连真心都不能给你 或者他说到我目前还不能给你 那你说你谈哪门的厉害吗你 无视嘉宾老师的愤怒 李化还是坚称这一切都是女友自愿 自己也没有欺骗她什么 而听到这里图雷老师气的 则直接不理会的 更是语重心长地劝说起了小瑞 图雷老师希望小瑞能够早日醒悟 要看清眼前这个男人的虚假情谊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毁了自己 那么在听了图雷老师的话以后 小瑞最后还会选择和男友在一起吗 节目的最后 他听进去了导师的建议 所以决定忍痛割舍下 这段没有希望的爱情 我觉得人活在真相里虽然残忍 但是也比活在幻境当中更好 你们俩要的不是一个东西吗 余老师 我希望在这一刻你的梦醒了 天亮了 新的天重新开始 谢谢你请回 最后还是祝福小瑞能够早日放下过去 找到一个真正宠他爱他的人 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有着什么样的建议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